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張學友歌神 原來想逃離香港 香港有什麼不好? 連你也想走?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們看到的報道說女兒爆出一些東西 我看到女兒的樣子挺漂亮的 想不到張學友生女兒出來的鼻子不大 幸好,不然就糟糕了 說到她老婆是全家人最怪的 為什麼要逃離香港? 會不會是想離開她老婆? 還是什麼原因? 還是全家離開? 甚至有人說張學友離開香港 他的發展有機會更加世界勝 究竟是怎樣? 我們交球給窮飛龍 跟大家搜查一下真相是如何 我交球給你 大家好,我是飛龍 我想說張學友曾經說過想離開香港 為什麼無端端想離開香港呢? 最後為什麼決定留在這裡呢? 接著又會說學友兩個女兒 學友和兩個女兒是怎樣相處 怎樣管教她的女兒呢? 如果還有些時間又會說說學友的太太 剛剛好,全家人都說完了 那就挺好的 首先說說學友 年輕的時候想過去移民 我想起碼20年前曾經有這樣的想法 當時她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她覺得香港好像一個很小的地方 在當年來說,不是很有家人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她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機會 我真的好奇 因為那時候學友說她試過想過去新加坡 和加拿大移民 其實我想問學友 你打算外面更好發展 去新加坡和加拿大有什麼好發展呢? 那邊也沒有樂壇 那邊也不是說搞得很蓬勃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去移民加拿大 其實是對退休生活有限 其實學友那時候都賺夠錢 那如果你他他他條條的 在人生那邊都OK的 那邊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正好生活 想想想當年哥哥說 退休的時候都試過去過加拿大幾年 但好像住了幾個月已經頂不住了 而學友在她的解釋 就是為什麼最後選擇回香港呢? 他想起來都是覺得 從小都是在這個地方長大 那你去到別人外國的地方 他一早就要經常見到外國人 那我看看你怎麼看的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的 有可能士加坡和馬鹹那些地方 那裡應該隨時中國人更多 那當然學友當年呢 那時候就應該未必加拿大那麼多人 而且他那時候是想著移民去喬叭 他說喬叭比較容易移民一點 那加上學友的叭叭 其實都要去移民的 就是知名歌手嘛 那怎麼會不讓你去移民呢? 其實當年學友申請移民加拿大 已經去到領事館了 但後來他想想想也好像 不是很想的 最後就決定放棄了 但喬叭真的不是很方便 因為那是主要是講法文的 如果學友會講法文當然沒問題 如果不是很懂法文 其實就不太適合在喬叭移民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那段時間鄭打瑞也有去移民的 阿蛋這樣 後來他也回來的 直接脫離了加拿大的席 因為在加拿大的移民過去 你全世界收入都要交稅 不像香港 香港很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至於你的收入不是在香港賺的話 在外面賺的話 那些錢有可能是不用交稅的 因為見到這樣的法例 我經常都在想 學友不是很快 大陸裡面一年開成百多二百場演唱會 就不用交稅了嗎? 因為那些不在香港賺嘛 你移民在加拿大的 某程度上就算回來開演唱會 都要交稅 而且那些稅項很貴的 當你找到一塊錢 超越那塊錢的話 你的稅項隨時 就差不多拿了你一半的人工 那算是不著數 所以當來學友不選擇移民是對的 除非他想著退休這輩子不唱歌 但學友也說他在疫情那段時間沒有唱歌 他覺得少了一會 他也覺得不開心 一學友說他很勤奮 一個星期都差不多 起碼也有五六天都有練歌 他說最少每天練歌 最少都要練八個字至一小時 長的他說要練兩個小時 不奇怪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說很多時候都每天練四個小時 相比之學友都不算很誇張 還有學友說有些歌 你不長期練會不會唱 例如好像藍魚那樣 這首歌是他那麼多首歌最難唱的 他說如果沒有唱一個星期藍魚 他已經覺得有點難唱 如果沒有唱兩至三個禮拜 基本上學友說是要重新再學過 再加上其實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有些人移民是怎樣 其實你的朋友 你的親戚 你見機全都在這個地方 除非這個地方你真的很不喜歡 或者完全覺得沒有將來 因為學友都說 有些年輕人看法不一樣 他也不會強迫和年輕人看法一樣 你喜歡移民可以選擇移民 學友也不會反對 但有可能學友覺得 在這個地方可以給他很多東西 或者你反過來 他也要回饋這個社會 有時候大家幻想外國當然很好 但有時候也未必完全是 很簡單 他本身是想移民的加拿大 加拿大的失業率比香港高 找工作其實是很難的 當地人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工作 何況外面人 而且他們每個人都 有大學歷 如果你本身不是在那邊長大 你又沒有大學歷 去到 除非你自己開店 否則其實很難去找一些好的工作 有人只不過做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作 就可以了 加拿大天氣凍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捱得住 例如 多倫多 多倫多可以凍到 零下二十幾度都有 在冬天裡 甚至有時候零下三十幾度都有 其實香港有什麼方便 交通方便 買東西方便 下街也是 香港醫療都很方便 因為加拿大有可能 有錢你都住不了醫院 因為醫院全部都是公立性 但可以排期排很久 我覺得香港如果是美食來說 算是多食物 和平均水腫其實都可以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香港現在都經常笑 香港是大刀會 都市 即是經常拿著刀的案件 但去到加拿大就不是大刀會 所有的案件都是拿槍 我看他一年都隨時可以有 有關的槍擊案 成千宗案 365天 成千宗案 一天就有三宗槍擊案 當然有些就不一定是對外 有人在家 拿著槍 有些人自殺 都有 因為有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聽到最近多倫多 都是多了很多偷車案 隨時我覺得他們那邊偷車案 多於香港 有些人偷車 有些人偷車 也有拐帶 香港其實少了這些 那邊加拿大很多時候都聽到 有拐帶而同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你去外國之前 要清楚那個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 即是我沒有說加拿大悶 那麼悶其實新加坡都悶的 新加坡有可能有些發展商機 其實現在有人被香港優勝 但同時間 新加坡有可能有些事情 其實有人相比之下會香港好些 至少香港肯定交野地方多於新加坡 香港都差不多七成都是交野公園 新加坡是反過來的 我的朋友說走幾個圈就走完 還有新加坡有可能的言論 有些事情都很緊的 有些情況比香港還更緊 所以去每一個地方之前 必須要清楚的地方是怎樣 所以我想當時學友都很清楚自己的性格 都說疫情 這個疫情裏面的學友開不了演唱會 他都覺得自己很有心癮 很想唱歌 很想立即出來唱歌 那學友怎麼可能會長期可以 住在一個外國地方不去唱歌呢 當然每個不同 例如像關正健那些 去了美國道傳 他都是一去不反 每個叫他復出 他又不會復出 想拍他一張照片都很難 上次拍到關正健的照片 可能已經是九年前的照片 就算好朋友 當時黎小條顧家輝未過世 叫他復出 長過去都不肯復出 其實只能均人各有志 有些人是很適合去外國生活的 學友就覺得自己不是那種人 學友兩位女兒都很大 大女兒張堯華 好像現在都23歲 小女兒張堯圈都17歲 個個都想自己的子女望子成才 所以學友那些女兒很小 已經讓她們去讀國際學校 大女兒有一段時間還有開一些社交平台 那時還經常跟那些鬼仔一起 有些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男朋友 那時見到學友去大女兒 那些衣著都比較像外國的女兒 多一點 吊帶衣服、緊身 起碼我知道她大女兒 讀書很厲害 英文、德文都非常了得 有一段時間還參加一些 內地貧窮兒童為主題的散民比賽 365日成功入圍 拿到一個在HKW2015的時候 八多名參賽者之中 成功奪得的優異獎 不錯 那相反學友的小女兒張堯圈 其實自大之後 其實沒什麼看到她的全相 看不到她的樣子 唯一一次去年 去開畫戰的時候 戴著口罩 露出眼睛出來 單看的眼睛 我都記得挺漂亮的女孩 有她媽媽、來美美的風範 當時學友的女孩 跟知名藝術家 陳竹君共同舉辦 一個重新的畫展 在去年那時 學友當日也有出席 穿一些很簡單的 藍色遊行外套 戴著帽子 站在女兒旁邊 還有不少人一起拍合照 學友的女孩 那天穿著一些 中式格子紋長袖縮衣 內裏有一件白色貼身的短袖上衣 扎起她一頭頭的長頭髮 牛仔褲 牛仔褲有點穿洞 其實我以前也有穿過 年輕的時候 學友去大女張堯華 幾年前那時 曾經在學友的演唱會 學友走上台下唱歌 和歌迷互動的時候 他也有跟他爸爸學友握手 當時的場面都很溫馨 所以大女好像不太怕鏡頭 以前我們經常都會輯到 學友大女相關的相片 他輪廓都很像 羅美秘記 唯一一個鼻子 就好像有點像學友 你問我 我會覺得有可能 我小女會比大女更漂亮 大女也不是差 學友都說自己現在教女 有些事情都隨意讓她自己發展 在她們小時候 學友曾經想過 那些女是屬於她的 所以很多時候 就要有什麼事都要告訴她 讓她知道 但當她長大之後 她就告訴學友 那些女不是屬於學友 是屬於她自己的 所以學友只能在側邊 輔導她們 或者給她們一些建議的說話 不可以強迫她們 說的話就一定要她們聽 那我見有一個學友的訪問 其實是幾年前的 她說她大女 有人去完外國都回到香港 好像說她大女都喜歡在香港 在這裡有可能開心一點 多一些可以在家裡 多一些跟朋友一起 那都不錯 證明她大女 其實都喜歡家庭混亂 有些人不同的 有些人很抗拒家庭 她說很多時候 有些人以為外國的月亮一定完 那其實就要視乎自己的兒女 其實是否適應在外面的地方 那如果有些人適應到 那如果有些人適應到 那如果有些人適應不到 其實他也是會回來的 一學友在那裡拿去自己 比喻也是 他小時候 即是他爸爸是走選的 那走選有人學友好一點 不是經常見到爸爸 就算爸爸很威型 也不是經常見到 他哥也是走選的 那他在家裡 那裏有些人比較 相對之叫做 比較讀得書的 那裏有說自己也不是很讀得書的 只不過在家裡好像比較讀得書的 那裏有些性格 就有可能在家裡 屬於是古怪一點 少少反叛 很多好奇心的那裏 所以他有時候都會清楚 調轉看那些子女 有時候是有些事情 好像有人說 爸媽要逼你的 浪浪那些 如果不是在家裡逼他彈琴 那裏有這樣的成就 但是不是每個子女 一定是迫那一套 一定是受問 要看回那子女本身的性格 即是你不是一本書 就可以打遍天下 有時候這些事情配合 在不同情況下 要有不同的策略去做 其實只要令到子女 有人回到家裡 覺得家裡是很溫暖 很窩心 很令他開心 其實就行 很多人離家出走 其實就是覺得回到家裡 覺得很討厭 好像經常被人困住 被人罵 幸好學友小時候 他都不是在這樣的家庭長大 他都不是 他更加不會這樣 將這些 強迫的教育放回女兒身上 有可能整個家裡 最嚴謹的就是太太 羅美薇 大家也聽過 羅美薇有很厲害的潔癖症 那時候說 潔癖到 例如去到旅行 見到酒店或廁所 都要擦一次 散一次才行 不信不蓋 覺得不乾淨 菲律賓工人 也聽過他們 好像前後換過 21個菲律賓工人 有一段時間 還好像被人列入 做黑名單 如果在家裡 所謂有些負面新聞 反而他老婆就試過 羅美薇 例如說 投訴馬會的經理 有些騷擾他 不是普通騷擾 而是性騷擾 當然 當時就有不同的版本 經理又說 有些事情可能大家不會 因為當時羅美薇在那裏 正在見身 眼睛不舒服 經理曾經跟他說過 需不需要幫他 吹一吹 他覺得 這些說話 有些少少 有性暗示的東西 所以就去投訴 經理說 當時不是這個意思 有些人很直筆 說出來 沒有想過 羅美薇很多時候 出外 要自備餐具 如果你用外面的餐具 可能要洗很多次 不要說要洗 因為你未必有水洗 拿紙巾去抹 抹成數十次 也聽過 而且重量不用公共浴室的毛巾 這是正常的 其實 疫情那些 你怎會用公共浴室的毛巾 以及羅美薇很少 例如去健身房洗澡 而且 經常攜帶消毒 噴霧劑 之前疫情那段時間 我也有帶的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 如果還未在疫情之前 他已經是大 有些人會覺得 是一些很嚴重的 潔癖症 有時這些是否一些怪行為 就看看社會多不多人做 人人都是這樣做 就覺得不怪 人人不做 你做就覺得怪 有段時間 剛開始有智能電話 那時候 我不用的 每個人都覺得我怪 現在我用了 我看到別人不用 我又覺得別人怪 有時候有人這樣 怪不怪 其實就在乎看你自己怎麼看 你不覺得尷尬 就會變成對方尷尬 就看看誰的EQ高一點 誰的沒有東西 好啦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說到這裏 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